这组蝙蝠是我们本场拍卖的明星牌品 这是一组由八支玉制红色玻璃蝙蝠组成的一组牌品 这应该在蝙蝠的拍卖历史里边第一次以这样的组合出现 这是取出来最近的八支 尤其我们拍卖里边的这支仿虎仿汉代龙文的 无论把它放大五十倍一百倍 龙的气势都依然特别的强 然后这里边包括下面这支龙文的烟虎 也是非常非常精彩 然后两支葫芦在对应的位置 对两支葫芦一支满宫的一支纯光素的 综合体现了这个红玻璃蝙蝠在宫廷里边的重要性 刚才一支黄的是周鸿来的威克蝙蝠 当然这支玻璃蝙蝠本身的年份比较早 前农到中期之间的 然后公是清末最著名的威克大师周鸿来的作品 精品 这是一个有上款的 这个上款的这个家族还在 这是一组撒金星玻璃 撒金星玻璃在故宫里边也是非常非常稀少的 应该故宫总共也就十件左右的产品 而且这里边尤其黑金星玻璃是更加的稀少 其实这个所谓的黑金星或者叫撒金星黑玻璃的 其实它并不是纯黑的玻璃 它一般分为墨绿或者是紫 墨紫两种颜色 你用强光去打 完全是不一样的 那这支撒蓝星的玻璃呢 在撒蓝星玻璃相对多见一点 但是这支呢气形比较稀少 而且是小卧足 然后上面是一件撒金星绿玻璃的一个卵圆形的玻璃 这个在全球我们只见到过两支 沉香的蝙蝠呢 就更加稀少 而观照的蝙蝠 我们看到的应该只有两三支 这件大家可以看那个蝙蝠的盖子 是典型乾隆年间的官帽杆 这种制式是只有在宫廷里边才会见到 我们这个砖场呢 之所以叫玉湖冬天 之前我原来做过的砖场是叫小有冬天 但是现在我们做了一次升级 我们的选品 以宫廷烟壶和宫廷制式烟壶为主 这一件烟壶呢 就是宫廷制式的一个代表 这个叼切烟壶呢是金属台的 它还不是纯铜台 是合金台 合金台上呢 因为金属的东西支撑能力强 所以呢 它的漆就可以读得特别厚 然后这是一件剃材的 取材是西乡记上的人物故事 替彩的边湖 全球应该只有十支左右 这是现在能看到的最漂亮的一支 这支呢 是典型的这种双楼捧瘦的题材 这件产品的所有的转角 起线都做得非常非常的精彩 很多人从远看的时候 觉得这个壶比较 传统题材比较简单 但是这件壶是相对一般的 同题材的话 它的用功量应该四倍以上 而且它的朴手 也是相对的比较有特色 这就是标准宫廷的 制式跟水平 乾隆粉彩的大极图的比岩湖 同样题材的应该纯饰 还有另外一支 也都是经过我的手里 排卖出去的 这一支呢 来源也非常好 很多年以前 在英国的ウィリス・ウォリス 出来的 在它之前是一个大家族收藏 画得极其细 在乾隆的观制粉彩 在烟壶里面属于画得非常非常好的 然后右手边的这支呢 也是乾隆观造的 百花不落地的烟壶 这种制式 两边朴手 然后非常饱满的这种形质呢 本身就特别少 而这支烟壶里边的黄彩 资彩蓝彩全部是 优优独播剧场——